你自己玩一下就知道,真的難,那個英雄 而且主要是因為我平時玩打野比較多嘛 然後每次換位置的話都會要適應一下 因為每個位置的思路和打法都很不一樣,節奏也都很不一樣 所以他可能有些時候不是像別的英雄那麼穩定 就是也要看你當天的狀態和手感 然後就反而很難,這個英雄,對 沒有,就是就怎麼看信證推理的東西 我為了去這個節目,然後專門去補習了一下 然後看了一些這種推理類的電視劇 然後別的這種高玩的這種高工時刻 大概了解了一下這個遊戲模式 我之前在節目裡面說過,我說這個東西更多 還是看你每天就是日常的思維邏輯習慣比較多一點 就是你平時怎麼思考問題 然後你的就是邏輯是什麼樣子的 其實是,只是到了節目裡面是會套到一個固定的主題上面而已 說服力這個東西呢 其實這個事很簡單,就是你能把話說清楚就好 看情況吧 如果你知道所有人的這個想法是錯的 那你有必要堅持自己的想法 不然的話就對不對,你遊戲怎麼玩 如果你自己也不確定你的答案的話 那這個時候還是要就是聽一下大環境裡面的信息 大家的意見是什麼樣子 然後自己判斷一下再採納 比較OK 遊戲,王者容量打得好 你比較滿意自己的王者技術,好吧 滿意自己的一點就是 笨吧 按理想法 清醒這件事情其實蠻簡單的 就你只要對待周圍一切事務 都盡可能的去保持一個客觀的角度 你其實就能夠做到人們口中所謂的這種 啊,清醒 對,就是你看事情或者是你做事的時候 不要帶太多的主觀意見和出發點 其實就OK 這個,時間感到了很大的危機感 我最近经常能够看那些词条 说什么 什么00后整顿职场 00后如何看待离婚 我跟你讲 00后什么时候都能离婚了 已经有人 00后开始离婚了吗 周游世界